高雅 歡迎回到熊喵影響力頻道 我是熊喵的Rudy 還記得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嗎 我們上一集到了福祭紅白鍋 也看過之前包括他們製作湯頭的過程 還有有幾道必吃的料理 接下來要進入下集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什麼 其實福祭的料理當然食材最重要 那食材當然不只有那幾樣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福祭除了湯棒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是必點的 接下來我們就先看 其實照理說我應該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後面 但是因為肉不等人 所以我們直接進入重點 這東西或許就是大家可能要多花一點點費用 但我個人認為物有所值 這是什麼呢 Prime 沙朗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到 肉不可能每塊都一樣大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看看它的油花跟它的感受 那你看它切的東西 它就是這麼大塊 這是Prime 沙朗 再來 如果 我們想要嘗試不同的口感 這是什麼呢 可以煎小排 那假設你不吃牛呢 這邊其實也有豬肉的選項 例如像伊比利豬 其實也是很棒的選項 我們把肉類放下去 首先我們來看這整塊的吧 這是什麼記得嗎 沙朗對不對 它一樣可以是很棒的一個份量 那基本上我還是建議就下辣湯吧 那至於秒數呢說真的 我覺得大家其實也不用那麼強調 應該要幾秒 其實選擇一個你喜歡的熟度 還有你敢吃的熟度 其實比所謂的 應該怎麼吃來的更有意義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的 大家這樣的畫面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很多人都說 哎呀算5秒 3秒 算10下 其實我都覺得 吃火鍋其實就是開心 只要你記得說這個肉類很好 不要放太久 就夠了 好我們來試味道吧 因為辣度 所以會讓它的這個油變得有點甜 那其實呢 這個辣也相對於 如果說你可能吃的 沒有辦法吃很多很油的東西 這個辣度自然也會讓油膩度減低 那口感呢 甜 嫩 然後慢慢融化 就是口感最大的特色 那大家應該會發現說 其實從上一集吃到現在 你們發現 我桌上沒有任何一次醬料 當然搭配那個油條的那個砂糖 不在範圍 第一 我覺得福基的湯頭 本身表現得很好 所以你不需要其他的醬料 再來如果你真的要加 一些增添食物風味的內容 抽花 這樣就夠了 接下來要吃什麼呢 煎小排 OK 在福基的肉類啊 通通都給的很有誠意 而且 很大氣 OK 來 其實 這樣子 就是OK的啦 好 我們來試試看味道吧 OK 對我來講 他不只口感會吃到一點咀嚼度 他的油花表現 其實 也是每一個部分都能均勻的吃到 其實這兩種肉類 當然這恰好也是我平常自己來的時候 點的最多的 那他的甜度 還有他那個口感的香氣 還有那種柔軟的感覺 其實搭配這樣的辣湯很適合 那你會問我說 那如果說不吃辣的話怎麼辦 我會覺得啦 其實 福基的白湯的最大的特色是 他很像是恰如其分的給你一點點風味 但他不會索然無味 他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我這個湯味道太濃 太重 或者是太清淡 很多人都說手工丸類腳類不健康 對不對 大家應該聽過很多這樣的說法 因為都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OK這些東西都是福基自己做的 包括這是什麼呢 豆腐丸 OK 豆腐丸 再來還有什麼呢 牛肉丸 這也是手工 OK 魚蛋 這個真的 搭麻辣非常過癮 你會有一種 吃到停不下來的感覺 蝦丸 這都是非常經典的菜色 那另外一邊呢 我們這邊有什麼 銅蒿 就是當季的食材 我們辣鍋放了蠻多東西的 我們試試看白鍋吧 我們來清爽一下味道 再來是什麼呢 娃娃菜 這個 白鍋 紅鍋都很適合 OK 好 給它一點時間 以福基整體的邏輯而言 它的湯頭是濃郁的 但它不會很黏 不會很稠 喝起來口感是扎實 但它不會讓你很口渴 這是我整體這樣看來 其實一個縱觀的一個看法 我們現在那個丸腳類也差不多好了 好 來吃吃看 到底味道怎麼樣 以福基這邊的食材而言 還有他們自己製作的 除了它的豆腐丸 它口感是比較鬆 比較吃得到這種 鬆鬆的肉的這種口感之外 其實其他大部分的口感 都是屬於一些彈牙的 我們來試試看 魚蛋呢它口感真的很Q 其實你吃起來有一種 在嘴裡咀嚼 真的有一種唇指尖在跳舞的感覺 嚼起來真的蠻過癮的 香氣很棒 再來啊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軟軟 有一點軟軟這個 豆腐丸 比絞肉來的鬆 它裡面可以吃得到 其實我覺得它們層次好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它鬆 但它不會整個爛掉 這樣整個散開 它裡面保存著肉汁的原味 再搭上辣湯在裡面 或是你放白湯 它有不同的口感 所以你整體混搭起來 它的唇齒間的強度不強 但是它吃下去之後 反正是在你嘴裡流香的那個比例啊 時間是最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很不錯 再來 牛肉丸 很紮實很彈 很Q 它裡面吃得到那種肉的那種香味 還有那種纖維 然後再來這個是我爸最愛的這個 蝦丸 鮮度 還有紮實感 那對我而言呢 這些手蚊丸類其實它不一定只適合紅湯 白湯它也可以表現得蠻好的 那口感上呢 大致上的風味接近 那白湯更能提出它原本那個食物的原味 所以如果你要吃原味的話 白湯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似乎我們也該來一點蔬菜對不對 其實蔬菜也蠻重要 我有一種奇怪的理論 就是我個人認為 蔬菜吃的越多 你更能感受到肉的原味 就是你一直吃肉 其實你的味覺會蠻麻痺的 同樣的口感很嫩 真的 它是一種 我個人覺得 你煮到恰到好處的狀態下 你會感受到那個很淺 很清脆 又有點軟的那種纖維感 其實很舒服 那再來是娃娃菜 清脆度很夠 那對我來講 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其實麻辣火鍋 它可以吃得健康 可以吃得舒服 重要的是它可以吃得很紮實 你不需要一直吃一些很不健康的加工食物 你也不必只能吃鴨血豆腐這些 一般水鍋附贈的食材 對我而言 其實感受一下這種溫度 這種香氣 麻辣鍋這種 有一點發汗 有一點溫暖的感覺 其實很棒 如果接下來呢 有更多鍋屋的料理 Rudy會給大家分享 畢竟台灣的冬天雖然不長 但是鍋屋料理其實全年都適用 那很開心大家喜歡我們這次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